Tamotas bhagavatu arahatu samma sambundas 离经他 世尊 阿罗汉 圆满自觉者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是吉祥尊者 有一些朋友们跟我们说 当他们很想做一个重要的事 或者是正在做一个重要的奋斗的时候 不管是修行还是生活 总在最关键的时刻 他们会遇到一些奇怪的考验 突然间打乱他们的步伐 特别是有些修行人 当他要出家 或者要修到某个阶段 总会有一些夜 他们说夜的考验 就是有一些东西 好像就是让你不要成就 这时应该怎么办 首先 这种情形我们要认知 它是蛮不便的 其实呢 你说他不好 他也是好事 因为这些都是考成单例的 在困苦的时候 危机的时候 如果过不了的人 即使是他成就 或者有些类似的成就的时候 他们也未必守得住 担当得起 所以你就把它看成 这是一种考验 往往你的目标越大 越靠近成功 可能这种考验就来得更凶猛 所以这时你沉着出去 告诉自己 的确的成败 他有他的因缘 强求也强求不来 那最好我们能够做得最好的 当然就是在阴上下功夫 做得最好 稳稳地守住自己的步伐 不要被刺激到 做出错误的因 错误的反应 沉不住气的人呢 就会对这种挑战啊 考验啊 起真心 起不耐烦的心 然后呢 自己当下就 心被搞乱了 搞乱了 每一步都走得 荒腔走板了 所以这时更需要的是 一种无我的忍耐 轻松的 愉快的 看着这些现象 他告诉自己 你乱你的 我做我的 你乱你的 我走我的 我老老实实 做我自己的工作 一样的 不改变 当你如果能够 平平常常 以一种平常心 好也是如此 不好也是如此 真的要乱了 真的要失败 那就由他咯 因为 只要自己做得最好 每一个音音 做得最好 如果还是失败了 那也就是说 那因缘不具足 那以后再来过 那如果是 稳稳守着日子 里也能够度过的 那也不要去揪心 对吗 所以这是一个 蛮重要的 一种生活的态度 第二呢 就是 第一种就是我们讲的 让自信不动摇 对结果不直取 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的内心 往往在 受到考验的时候 会变得硬起来 变得无情 或者冷酷起来 这是更危险的 这是你要提醒自己 自己原来拥有的美德 不要给考倒了 自己的善良 自己的慈悲 喜舍 自己对目标的决心 也不要动摇 稳稳地走好每一步 稳稳地活好每一天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可以这么做 那你就不愁啊 那你就会想 我要怎么样地帮别人 自己稳了 就能够帮助别人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当我们的心境 也不受伤 也不受动摇 当我们的动机 做事的动力 慈悲依然还在 这时呢 我们的理性跟感性的层面 就比较平衡 我们对外在的世界 和现象 也能够有合理的 平衡的理性跟感性的觉知 这个我们叫如始至见 当然如始至见 有更高深的意义 所以如果你能够 对事情的 有理性跟感性的 平衡的觉知 和了解 那么呢 你应对的能力 就大不相同了 所以等考验来的时候 守着自己的内心的法 那个时候是你更需要 法的力量的时候 我希望你能够 能够 我会 是你 我可以 我可以 感谢观看